刘老师 我在职场上坐三五年 然后呢 我觉得我对所有同事都很好 有什么事情我都帮助他 然后我觉得我人缘特别好 我还觉得就是我应该能坐上广利的 因为我觉得我受到同事的喜爱欣赏 但是我发现我坐三五年 还是没有成为广利者 为什么呀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太好了 人家请你帮忙 你是不是事不继续都去帮 所以你要知道你一天八小时 哪怕你工作就是十二个小时好了 你把时间都拿来响应别人的需求 那么你的事情是什么 你会有自己的成绩吗 你没有 公司当初召你进来的时候 一定有你的岗位辞职的 一定有公司给你的重要任务的 那好 你有没有看到哪一个公司 召一个人进来是做万金油的 是做来专门到公司来做打补丁的 没有吧 专门帮人家擦屁股的 专门去打补丁的 但是你现在就在做这件事情 那就意味着你的岗位的辞职 就一定做不好 因为你的精力是有限的 虽然你受得了所有的同事的喜爱 但是你对公司来讲是一个没有贡献的人 至少不是一个叫什么不可替代的人 你没有自己的核心的一个能力 最多是说每样东西你都会一点 但是没有战功 你知道我们在提拔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是要什么样的人 首先他的第一个就是要有战功 我要你说你三年当中 你做出了什么突出的成绩和战功 你能说得出来吗 你如果跟老板说 我这三年当中 我帮助了很多人擦屁股的问题 你这个能拿出来吗 老板会觉得你是个好人 你是个团队协作不错的人 你是个工作态度很好的人 但是你没有战功啊兄弟 没有战功你怎么能晋升呢 老板晋升的第一个是对公司有价值的人 第二个你有没有去培养一些人 教会别人做一些事情 让他从此这件事情不用依赖你 而会做得更好 我们很多的老好人啊 其实他的业务能力还是可以的 所以呢别人搞不定的事情 他总是能搞定 但是你只是帮他解决了这个事情 但是解决这个事情的方法 人家知道吗 不知道 所以呢人家不知道的时候就会来找你 那么公司要找的一个管理者 他要的不是只是填坑的人啊 他要的是能够培养下属的人 人家不会做的事情你会教他做 那么这个新员工就变成了一个 独当一面的老员工 而不是事实都依赖你 所以你就要问问自己 我到底是在帮助别人做事情 我还是在给了别人做事情的方法 这是不同的方法 第三个事情就是 你有没有站在你善失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比如说你是销售部吧 整个的销售部下面有好几个市场 每一个市场都有一个主管 假设你是主管上面一个业务人员 那么你站在主管的角度 你觉得这个团队最欠缺的是什么 如果你看到这个团队是人心分散 然后呢没有拟据力和向心力 可能是缺大家一个共同的目标 做一场大家能够拟心拒气的团建之类的 你能不能够站在上市场看到这个问题 如果你看到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做 你如果看到他的话 你如果能够给到就是跟老板的交流 或者配合老板去做这件事情 老板会不会觉得这个人这个思维很不错 他会不会觉得你在这方面是不是更有全局观 比如说我就觉得老板我看到了这个团队 我们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然后呢其实我们这个团队我看一下 我们已经有半年都没有在一起聚过一次餐了 每次都是搞业绩 我们是不是做一次跟业绩无关的一个生活的团建 让大家彼此能够放松的交流 哪怕来个吐槽大会 能够释放一下压力 能够彼此能够走进一下内心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需要这么一样东西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 我很愿意做这个策划人 我把策划方案给你 你来拍板 如果我的下属能够跟我讲这个东西 我立马会对他刮目相看 我会觉得这个人 把他放在这个销售这个位置上 就有点屈才了 我一定会 他引起我的注意以后 我就会去想办法去培养他 所以呢这个就是你能不能 就是用主管的标准去做这员工的事情 所以呢我就告诉你 其实我跟你讲的 就是如果你想让老板 你把你要做到三点 第一个你要做出战功 第二个呢 你不是帮助别人解决问题 你要教别人做事情的方法 你的方法论能够在这个部门被推广 这才是好人 第三个就是你用主管的思维 去做你现在员工的事情 就是三个 而不是说只是帮助别人解决一个问题